我是綠色和平的研究員 然後我是也是專門負責海洋的專案 我們想要去了解在原洋員工這塊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也大概從一年半以前 我們就開始在國內外 比如說台灣各個不同的漁港 訪問了大概100個左右的漁工 我叫 Sunarto,從Berbis,中邪,中邪,中邪 如果有經驗,我們也會感到疲憂,疲憂,疲憂 因為我們在這裏工作 我們有很多系統的工作 所以我們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有很多問題 我們有很多工作 台灣的基本薪資大家都知道 目前是兩萬零八元 境內僱傭的餘工 因為也被中介扣了一些錢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辦法去領到他的基本薪資 可是如果一些境外僱傭的餘工 他的規管處其實是 漁業署不是老洞部 薪水可以讓僱主隨便定 身體受傷 也沒有老健保的相對的保障 他每一個月他可以得到薪水 大概是350塊錢到400塊錢的美金 但是實際上他們往往 因為被中介扣了不同的一些服務費 然後到最後他可能一個月只得到 50塊錢的美元 甚至他可能在工作的前期 七個月到八個月 其實都沒有領到任何的薪水 我們也因為這次的調查 而認識了宜蘭縣漁工工會秘書長李立華 我想講一個境外聘僱的印尼籍漁工的故事 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總是沒有辦法得到船長的 在工作上的肯定 每一次經過他的身邊的時候 總是要打他兩巴掌 或甚至拿鐵鉤來打他的頭 他忍受這樣子的生活 有一段時間之後 他再也沒有辦法站立的在甲板上工作 跪在甲板上還是繼續努力的工作 那一直到他的膝蓋 也沒有辦法支撐他整個身體的時候 他躺在床上 因為他生病了 他的大小便就在那一張床上 你覺得台灣當局知道這個狀況的 狀況的嚴重性嗎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了解那個嚴重性 不過他們選擇不想去知道 他們說他們不在船上 他們不知道到底誰說的是真的 因為我第一次不可以工作 所以我經常被拆拆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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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說是應該在搭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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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我一直在七年再不得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要打电话就会帮我 就会帮我 就会帮我 所以怎么会 我就是 我只会被插了 我只会被插了 要不然就会被插了 但是我们不有钱 但是我们就是会被插了 但是我们是会被插了 如果是插了 他没有带怒,他认真工作 可是受到的待遇,让他没有办法承受 再也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 他躺在床上,没有了气息 他请求他的同伴 把他带回家乡 让他可以跟他的家人团聚 他是这么的卑微的请求 他只要赚一点点的钱回到家乡 给他家人过好的日子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这不是一个案例而已 有多少像这样子的鱼工 他们忍受了这么大的摧残 这么大的伤害 还得要继续在船上讨生活 请求大家来重视他们的人权 重视他们的生命 他们完全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或是就算申诉了也没有人要管 因为他们其实是不受台湾法律保护的一群人 其实这些鱼工他们也有他们基本的人权 我们应该也要同时的去保障 这些鱼工的基本人权 很棒了 这个是新的 鱼工厂 这么一样的 都不是每个月点干掉 中文字幕者 einge hissed 这些鱼工厂 因为我们哪个人群大都要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